在三重的永福国校毕业校友可说是卧虎藏龙 上市校友庄义来他是现任的B&W培训师 而最近学校特别邀请他回到母校和六年级毕业生 分享他求学过程以及职场上的点点滴滴 拿着麦克风自信和同学分享他的故事 他是永福国校校友庄义来 以前不爱念书的他成绩总是班上倒数第一名 单亲家庭的母亲也采取放任式的教育 直到国中后念了记忆班才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那么希望说透过这个过程跟他们分享 或许他们从中间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在未来的时候如果他遇到挫折了 或者是说他设定了什么人生的目标了 他能更好的去选择还有去坚持该做的事情 在姻缘纪会下这次永福国校辅导师 邀请到校友回来母校和学弟妹分享 校方是希望用庄义来的故事勉励所有同学 他的球席当中或许成绩不是最好 可是因为只要能够操作的部分 他就会全心投入 所以他在这部位有很大的成就 目前也是中华地区的板军培训师 也是两边地区的两岸地区的板军的冠军 所以他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 这个整个经历是让学弟学妹最好的一个学习的典范 成绩不好 陈在求学这路上跌倒的张义来 这次回母校分享 谈起当年往事 希望勉励学弟妹们勇敢面对人生的挫折与挑战 记者沈志永代华三重采访报道